湿答答的车开进车道 不需担忧雨势 轮椅下车很从容 疫苗志工全程引导进入湿答区 高雄近司堂提供场地进行疫苗接种的首日 就遇上大雨 这个上年有交我们 我们要贴心 怕我们长辈又淋到雨 所以说我们就搭这个帐篷 把平常我们车辆没有开放的 这次也破例 让车辆能够开进我们的大业广场里面 这签一下怎么办得好 大雨中三名二分局长撑伞指挥 车辆进入帐篷接长辈 房间车回来 这是我们自己的所在 好好好 祝福你 温暖送别 阿嬷何时回应 志工和高雄市府合作 让长辈全程都安心 来这里施打会非常的幸福 我想在这里施打的老阿公 老阿嬷 你放心 慈祭家提供的服务很好 第一次进来 我觉得怎么样 我不要 很好 接种对象中也有慈祭志工与家人 我刚开始知道说会来进食堂打的时候 我就很安心 对 因为这里有诸佛菩萨的保佑 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 那你最年红包的地方 这样你就知道 虽然打疫苗挨了针 但走出进食堂时 他们脸上有笑容 安心更留下好心情 大海新闻 陈一镇林道明高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感谢观看